韓列式的性質 好,我們看這邊 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韓列式的性質 韓列式的性質有七個 老師逐一來介紹 第一個特性 韓列互換 其子不變 怎麼說,老師舉例子來說明好不好 比如說一個韓列式寫出來 一二三 三二一 一三二 你心算把它算出來行不行? 把它乘開行不行? 一乘二乘二 四 再加上二 六 再加上二七 三三 三三減六 二七 二七減十二 十五 再減三 十二 所以說這韓列式算出來的事情 十二,這樣行不行? 好,你把它韓列互換 什麼叫韓列互換? 我一再強調 直微韓,橫微烈 所以說你把這個韓列式當中 麻煩你 把直二改成橫的 直二改成橫的 直二改成橫的 兩邊答案會一樣 下行不行? 不相信 你也把這邊呈開好不好? 好,四 加上二七 三十一 加二 三三 減六 二七 減十二 十五 減三 一樣是幾 十二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把一個韓列式當中 把韓列互換 把直二改成橫的 直二改成橫的 直二改成橫的 兩邊答案一樣 這樣行不行? 來,第二特性 把某兩韓或是某兩列互換 旗直一號 什麼意思? 換句話說 直接把兩排互換 旗直一號 好,一樣 老師一樣以他為例好不好 行不行? 剛剛講過這算出來自己 十二 行不行? 好,你把這韓列式 隨便你 抓兩排互換 比如說老師抓 這兩排互換行不行? 互換是你觀察一下 中間這排動不動? 不動 行不行? 把這兩排去對調 把一、三、二 對調到第一排 一、二、三 對調到最後一排 一對調的時候 這兩個答案之間 會差一個什麼號? 負號 這樣行不行? 不相信 看一下 剛才這邊算出來是十二了 我把這邊乘看好不好 乘起來自己 六 加三九 加占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減四 十七 二十一減二七 負十 負十再負二 負十二 所以說這邊是十二 這邊是負十二 所以說這兩邊答案 剛好差一個什麼號? 負號 這樣行不行? 好 講到這邊 很多同學回到家裡 開始背公式 第一個 韓列互換其實不變 第二個 某兩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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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調旗子一號 你這樣背 對吧 會搞混 怎麼去記 麻煩你 你不是老師 你不需要把這些號 逐一背起來 這樣行不行? 那個feeling 要抓住來就好了 怎麼說? 你看一下 第一個特性 他強調韓列互換 把直樂改成橫的 直樂改成橫的 直樂改成橫的 大家一起來 當然一樣 只有兩排自己對調時差一個什麼號 符號 行不行? 所以第一個第二個性質 都是強調韓列是對調狀況 你把直樂改成橫的 直樂改成橫的 直樂改成橫的 大家一起來的時候 當然一樣 只有兩排自己對調時差一個什麼號 符號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第一個第二個性質 都強調韓列是對調情況 這樣行不行? 好我們看一下第三個性質 他說某一韓或是某一列 也就是有一整排 每一個都是零 諸元皆為零 每一個衛元都是零 答案就是零 怎麼說? 老師舉例 比如說這個韓列是 對吧? 你看這個韓列是 這整排都是零 我們看到 答案就是零 這樣行不行? 不相信你看一下 1乘0乘C 0 2乘0乘A 0 3乘0乘B 0 A乘0乘3 0 0乘2乘C 0 1乘B乘0 0 0加0加0 減0減0減0 減0 怎麼算都是零 永恆了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在第四個性質 大家注意一下 某兩韓或是某兩列 對元相等或成比例 其直為零 怎麼說? 老師舉例好不好 比如說 只要有兩排 對應的地方相等 比如說 你看這個韓列是 寫出來這兩排是不是相等 所以說我就知道答案就是零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嗎? 這也是一樣 如果說寫出一個韓列是 有沒有看到 這兩排 有沒有看到 這兩排有沒有成比例? 有 大家都是1比2 2比4 3比6 都是其1比2 懂嗎? 所以其實也是其0 這樣行不行? 怎麼去記?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第二個性質 是強調韓列是對調 把直的改成橫的 直的改成橫的 直的改成橫的 大家一起來 答案一樣 只有兩排對調是差一個負號 好 那第三個 第四個性質 是強調特殊狀況 什麼時候不用算 就知道答案是零 什麼時候 第一個 有一排都是零 答案是零 第二個 兩排一樣 或是兩排 乘比例 也都會是零 這樣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到這邊麻煩你先把這四個性質 先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好我們前面介紹過 韓列是的性質 對吧? 我們介紹四個了 這樣行不行? 我們看第五個性質 某一韓或是某一列 租源皆有供因素 然後翻譯可以把供因素提出來 什麼意思? 或者句話說你看一下 假如說一個韓列是寫出來 像這一整排 對吧? 這整排是幾? 二、四、六 對吧? 都是二的倍數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這時候可以提出幾? 二 可以把供因素二提出來 提出二時 原本二、四、六 就變成多少? 一、二、三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當你一排當中 都有供因素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麻煩你可以提出 供因素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喔 再來第六個 某一韓或是某一列 租源皆為二相式 麻煩你這時候可以把它拆成 兩個同期的韓列式相加 怎麼說? 比如說老師舉例 有一個韓列式寫出來是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其中這整排 都是兩個相加 有沒有看到? 你這時候可以把它加 可以把它拆開 拆成兩個同期的韓列式相加 怎麼拆開? 拆開時就直接拆 不要客氣 A、B、G 直接拆成一排 S、Y、Z 直接拆成一排 這樣就好了 直接把它拆成兩個韓列式相加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喔 那唯一再強調 這邊不要死記性質 麻煩你分類來記 第一個 第二個 強調韓列式的對調情況 把韓列互換 直而改成橫的 大家一起來時 當然一樣 第二個 只有兩排自己對調 只會差一個負號 這樣行不行? 大師剛才講過 第三個 第四個強調特殊狀態 什麼時候不用算 答案就是零 有一排都是零 答案是零 有兩排一樣 或是乘比例 也會是零 第五個、第六個 強調韓列式的運算 有供應數 可以提出來 碰到二相式 可以直接拆成兩個相加 有沒有看到? 這樣行不行? 行喔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七個 看第七個之前 我先把第五個、第六個 先整理到這裡來 下行不行 好 第七個 最後一個公式 最後一個性質 也是最重要性質 來 第七個性質 某一行或是某一列 租圓乘上K倍 把一整排 每一個都乘上K倍 加到另外一排去 答案不變 怎麼說? 老師舉例 比如說這個韓列式 123 321 132 老師前面講過了 這算出來答案是幾? 這樣行不行? 好 老師隨便舉例 把這韓列式當中 隨便刷一排出來 隨便你刷一排出來 比如說我們刷這一排 好不好 刷123這排 我把這排乘上K倍 隨便你 我把這排每一個都乘上兩倍 這樣行不行? 把這整排都乘上兩倍 加到另外一排去 比如說加到這一排來 這樣行不行? 答案會一樣 怎麼說 來來來來 你看這邊 所以說把這邊乘上兩倍 加過來 這樣行不行? 乘上兩倍加過來 是告訴我 本身動不動 不動喔 我就說把這排乘上K倍 加過去 加到另外一排去嘛 所以本身是不動的喔 321也不關他們家的事情 行不行? 所以說很純粹是把這排乘上兩倍之後 加過來 所以用來 123乘上兩倍自己 2 4 6 把2加過來 2加1 3 4加過來 4加3 7 6加過來 6加2 8 行不行? 之後麻煩你把這乘開 好不好 乘開自己 16 加上多少 6 16 加上6 22 22 加上 97 63 22 加上 63 85 85 減掉 18 85 減掉 18 7 85 67 對吧 減掉67 再減掉48 67 再減掉48 19 19 再減掉7 還是12 對吧 請問一請 所以說把這排乘上兩倍加過去之後 算出來答案還是12 有沒有看到 好 不然我們再舉個例子 一樣 123 321 132 我們剛才是把這邊乘上2加過去對不對 我隨便來 隨便你抓一排 比如說我抓這排好不好 抓223 抓這排 所以說要抓直的抓橫的都隨便你 我抓橫的這一排 隨便 把乘上扶一行不行 加到第一排去行不行 換句話說把這排乘上扶一加過去行不行 所以說你看清楚來 這時候以直的為基準還是以橫的為基準 以橫的為基準嘛 我把這一排乘上扶一加過去嘛 所以說這一排不關他們家的事情 本身也不動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以橫的為基準 把這排乘上扶一加過去 乘上扶一是起 扶二 扶二 扶三 扶二加過去是起 扶一 扶二加過去是起 一 扶三加過去是起 扶二 行不行 之後麻煩你把這乘開 老師不算好不好 你們去算一下 當然算一算還四七 十二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好 以上 這七個性質 好不好 麻煩你去把整理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再繼續 OK